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明浮探全民族抗战的序目 也就此拉开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军民伤亡3587.9万余人 大半个中国被日军践踏 930一座城市先后备战 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 南京城30多万同胞悍遭杀戮 380万将士截血疆肠 1939年9月 日军轰炸长沙 市区燃起大火 日本庆华战争7点 公然违反国际法 大肆队 中国军民使用化学器 地域遍积18个省 有准确记载的战力 就达2000多次 造成数以万计的军民伤亡 1939年3月 日军进行生化作战 释放毒气瓦斯 以及传染病菌 在南昌作战期间 日军大量释放毒气 以极不人道的方式 造成中国军民严重的死伤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达1000亿美元 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一寸山和一寸血 无数中华儿女 挺身而出 为保卫祖国河山浴血奋战 时任晚平县县长 和王冷斋事变当晚 马上赶到现场 拒绝日军进城失败后 他立即组织驻军 进行抗击此后多年 他一直与日军交涉周旋 反射集主权 寸土不让年仅17岁的学生 李鸿斌和1700多位学生 一起奔赴前线 他们是第一次拿枪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怎么过倒 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决心 与日军以身相不晚平成内 把中国守军奔赴战场 25岁的记者方大曾告别 北平家中老母前往战场成为报道 卢沟桥事变的第一人 仅仅两个月之后 他在河北战地失踪七七事变后 不久 中沪会战爆发飞行员 阳海文返航途中被击中跳散 落入敌阵 阵地后他拔出手枪击毙敌军武人 在中国无被扶空军 得高坦中用最后一颗子弹 自尽迅国阳海文军官正抗日民族英雄 在冰天雪地淡金粮绝的情况下 仍用草根 树皮和棉絮果腹 孤身一人与日寇周旋 直至最后英勇牺牲 狼牙山武壮士 面对敌人步步紧逼英勇足迹 毁掉枪支 纵身跳崖 为了中华民族的出路 他们无所畏惧 宁死不去 一代名将张自众 在遗祷会战中身中竖枪 人握着浴血多战 在四十九岁的年纪 壮丽迅国 留下如此豪言壮语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 除我等为其死 毫无其他办法 还有已逐渐凋零的抗战老兵们 如今八一年岁月弹直 而过中国已不再任人欺凌沉睡的雄狮已然觉醒 八一年日金月异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变得使人民对和平的珍惜和热爱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来之不易 八一年时光穿越窗移 也见证重生今日中国 早已不是往日中 我可血泪记忆从未忘怀 今天纪念先辈的抗争 更提醒你我永不敢忘 振兴中华 来源 军报记者微信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愿易 明硬 第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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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Jennwin